一届三连 很嫩的 下入云烟 有你超年 坐在找中央豆包 我是老婆 现在厦门还是30多度 好乐 然后今天跟我老婆来保隆一层 那边吃一家新开业的烤肉自助 肚子饿了 去尝一下吧 走 在阿楼巨城水沐馆场 已经到了 这边有三个价位的套餐 有148的 198的和278的 好像只有278的 有这个M8 M9分 怎么要是动不动 就是M8 M9 去福州吃那个 翅膀 388它也是M8 M9 这个278它也是M8 M9 这家店的话挺倒霉的 那时候是刚刚市营业的时候本来想来吃的 市营业刚开始 然后就通知取消糖吃了 我们爸我们几个多了 我们吃278的吧 278你觉得我可以吃278 我148的差不多了 148 不要了就吃这个就好了 你一个人来吃可以吃278 大家你看不起我 你有吃不了那么多 就吃278的吧 难得带你出来一次 其实是我自己想吃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 一个选148一个选278不就好了吗 这样是不行的吧 因为同桌的话要选同价位的套餐 不然就得分桌了 不然去隔壁吃吧 去隔壁吃148的 那M8M9很久也是随便点的 是的是的 你点这一个套餐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M9的牛肉 然后M8的牛肉都是可以无限上加的 然后我们用这几天的话是两个小时 这个隔壁也是无限的吗 这个的话是每个选一 就是每人选一种 每人选一种 对对对 你选一份吗 每人选一样 你要选哪一个 选一样没吃很一样 只能选一份 只能选一份 你脑袋的真理应该 我要鹅干你要怎么 你要那个鱼饰花椒 养盐汤算 海鲜拼盘 鱿鱼吗 大鱿鱼 上背啊 七七八八的 这边有帮忙烤肉的吗 这边的话我们是自助的 然后是对方烤的 我们就先帮你拿放下去 这边是饮料区 好多 冰淇淋 那边是什么 水果 白香果 第一番吗 他先上这个海鲜 新闻 你看这个里面 哦 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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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里红绍的 哇 哇 非常好吃 咱们那个黄桥 赤身拼盘 看起来都好精致 三文鱼看起来品质非常好 不吃啊 不吃是生的 你不吃的吗 不吃 还好吗 还好 吃上的品质很高 吃得出来 很新鲜 嗯 你不要我吃啊 我先吃了 发现这边的歌 都是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这个听得出来是哪个动画片 翻一面烤一会就可以吃 看起来感觉品质怎么样 还挺不错的 哈哈 一键三连 很嫩哦 这个牛小白非常嫩 这个牛小白非常嫩 这里面还有肉哦 这个牛小白很嫩 这一个牛小白是煮什么 猪猪冒油 鸡猪冒油的 你吃这个吧 这个好吃 虽然我这个肥牛 这个肥牛 这个地方 近距离 这也是一块的吗 他那边有剪刀可以剪 和牛品质真的真的挺不错的 跟那个翅膀临差不多了 388的翅膀临 烤烤一点啊 他这个酱料很好吃 他喝牛油脂汁的 吃到嘴里面那个油脂就爆出来了 就喝了一口汤也 可以了拿起来吃 太香了 啊 烤烤吗 嗯好好好 谢谢啊 嗯 烤鱿鱼 烤鱿鱼 吃点海鲜吧 墨鱼仔啊 咱们拿一个 饮料的总美好多 看起来都好贵的样子 哦 会爆炸哦 鱿鱼生气 烤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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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鱼茶 需要吗 我也想吃那奖 不要啊 又好吃啊 好脆 像那个盒子里面的海鲜都可以加的 还有这个和牛 你都可以无限加的 就自身不行 我感觉这边人挺不错 真挺不错 差一点都很新鲜 很好 我感觉吃这三个上上来的都会都会吃饱了 哦 感觉我都吃饱了 现在这个高 conversion 都不会 active 没有 不下次 expolog 有好啦 有啦 明明 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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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以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和这个体型 就去追你 你会同意吗 当然都同意了 我早就猜到了 你是外貌学会 我知道你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都比较喜欢那种 轻轻秀秀的 然后瘦瘦的那种 然后喜欢穿着 穿着有领子的衬衣衬衫的那种 小新鲜的 不过我以前确实是蛮小新鲜的 是不是 一点都不懂哲学 快吃饱了 肉馅是好吃的 肉馅是好吃的 Garlic 牛肉丽 看见方块了我就没什么食欲 你把他剪了一下 把他搞成方块的 看方块的总感觉看 就像磕成豆 甜品有点少 我拿这个 羊枝干豆 你要什么 抹茶红豆大食 牛蛇 哇 5Q的这个嚼劲 鳗鱼 鳗鱼 这鱼饱是吗 这方块肉还不错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了 羊枝干豆 对啊 你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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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了 在哪里 被我尝起来了 被我尝起来了 嗯 这么大 这种调状的比较鲜嫩比较好吃 嗯 特别的香 这个是酱酱酱恋酸肉 大家可以多点这个肉吃 酱酱 酱酱吗 对吧 酱酱 但是这个油会有点肥 点了两杯这个羊枝干豆 哎呀好精致小巧 爽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那个上的玩的分量真的很大 尤其是那个宝塔的 里面热热很多 我感觉这家的话 跟福州那个翅膀庭的话 差不多 而且还比翅膀庭要便宜 便宜一百多 那个翅膀庭的河牛的话 和这边的河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边的翅身拼牌 会比翅膀庭要好吃很多 好的 朋友们 这家店的话已经烫过了 感觉挺不错的 值得来来试一下 喜欢老挝小秋的记得点赞 原家公子一见三连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